王鎑林老师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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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文章 非常感谢周文贵邀请我来和照顾参考一下关于健康养老公民 今天我就说一下科学技术自成健康养老 那么,两个问题 一种类似,健康养老科技发展的趋势 第二个呢,健康养老产业特别不像 那么,先说第一个问题 就是健康养老科技发展的趋势 那么,一说起,健康养老肯定和卫生革命相见 卫生革命呢,我们把它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做三次卫生革命的练得 第一次就是以极慢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为主要对象的卫生革命 比如说,灭菌、杀虫、免疫 你们这个怎么没有这个激光啊 第二次卫生革命呢 它的对象是非传染性肌病、慢性病 那么,措施呢 社会医学、行为医学和环境医学 比如说,得了糖尿病啊 要管住嘴、多动腿等等 第三次卫生革命的对象是文明病、社会病和负义病 主要的措施是自我保健、家庭保健、社会卫生服务 那么,健康养老产业的发展趋势呢 我们觉得可能有这几个互联网加的智能养老 医养结合产业模式 个性化羊老 以及全产业链的羊老 这是它的模式 那么,在这所有的模式中 在卫生革命中都离不开一个东西 就是科学技术 而科学技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是促进身心健康 延强人类兽 那么,为此呢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 中国至2050年人口健康科技发展路线图 中国至2050年人口健康科技发展路线图 根据这个科技路线图 那么,把科技也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2010年到2020年 它的模式主要是基础研究 和临床应用研究相融合的 转化性医学研究体系 那么,第二个 第二个阶段呢 是2011年到2030年 由现代生命科学 和中国传统医学相结合的系统生物学模式 那么,第三个是由生物环境 心理和社会 相融合的一个汇聚医学体系 这是从科技上来说 那么,它包含了许许多多的这个科技领域 生理学,老年,心理学,行为心理学等等 那么,在众多的科技领域里面 分文别类的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科技支撑体系 那么,这个支撑体系呢 包括了生物医学的科技支撑体系 营养食品安全与健康的科技体系 慢性性防治与健康管理的科技体系 认知神经科学与心理精神健康体系 创新药物与生物医学工程的科技体系 再生医学科技体系等等 那么,每一个科技体系里面 又有很多的关键技术来支撑的这个科技体系 比如说,在生物医学科技创新体系里面的关键技术 有结构生物学技术 有分子成像技术 有单分子的操纵、组装和检测的技术 以及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的技术 和微阵列技术等等这些技术 那么,实验举个例子 基因组学的技术 就是测序DNA 那么DNA的测序 把每人类的DNA、动物的DNA 甚至每一个人的DNA进行测序 然后呢,根据测序的结果 就可以开启个性化医疗时代 那么我这个比,由于没有这个七波 所以说,可能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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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 开启了个性化医疗时代 我说用我呢,没有七波 第二呢,就是营养食品安全 以健康提起的关键技术 另外,说一下 今天早上我看了那个新联播 就是国家基因库正式开动了 国家基因库开动 那么将来对咱们来说 每一个人可能都将进入到一个 个性化医疗时代 那么在营养食品安全与健康体系里边 关键技术也不少 比如说营养,人体营养功能和代谢研究的技术 基于现在信息技术的社区营养技术 然后市民安全风险评估和预警技术等等 那么在这里边,比如说 个性化的赛事结构和营养素的题目 就是基于了 那么基因型的人群和个体化 营养健康的需求 基于了运用生物性去学 整合营养基因主学的数据 然后根据这些 每一个群体 每一个人的基因主学不一样 然后给它提供营养素 然后给它提供赛事结构 这样呢,就是个性化营养 那么慢性命的防止 以健康管理体系的关键技术 也是包括了很多 慢性命发生发展机理的研究 也就是慢性命单独的新技术 新方法等等 那么这里边也有很多 这个治疗慢性命的科学技术 基于一个例子 就是事物标记技术 提供个性化的诊断 和个性化的治疗 通过不同的生物标记 可以对个性化的诊断 和个性化的治疗 那么认知神经科学 和神经健康体系的关键技术 也有很多 比如说整合性的实验技术 脑功能的可塑性的条件技术 等等 比如说在创新药物体系里面 关键技术也有许许多多的 这个关键技术 有个例子 个性化药物 基于保健实体的开发技术 对吧 实际上 不同的遗传背景的人群 以及个体对药物 基于保健实体的应答 是有差异的 就是同样的一个药 割到张山身上有效 割到李四身上 可能就没有效 这就是说 对一个药物 人体的应答是不一样的 那么根据不同的人群的应答 或者是个体的应答的不同 开发个性化基因诊疗的收入训练 和个性化的药物 基于保健实体 这样呢 就开启了个性化的药物 和个性化的实体的 这么一个发展阶段 比如说 再生医学体系的关键技术 再生医学体系 这个是很不得了的一个方面 在医疗 医学治疗方面 有三个大发展阶段 或者叫三个革命 一个呢 叫药物医疗 这是一个革命 第二个呢 手术医疗 是第二个革命 第三个呢 就是再生医学 那么再生医学呢 包括了动物体细胞克隆技术 胚胎干细胞技术 成体干细胞技术 以及组织工程技术 已知的安全性 等等平衡技术 那么这一点呢 举一个例子 胚胎干细胞技术 那么胚胎干细胞技术 在这里边呢 怎么回事呢 大家看看那边的蓝色的部分 蓝色的部分就是 首先要获得胚胎干细胞 那么胚胎干细胞 或许呢 有移植技术 核移植技术 服务治疗技术 独持的政治技术 也这些人工流产的 这些获得的技术 等等 那么把获得的胚胎干细胞 进行胚胎干细胞 做到无动物园的培养 那么就是在体外进行培养 培养完了以后 在培养的过程中 一定要定向诱导分化 也就是我培养的时候 我想让它往这边走 就往这边走 想让它往那边走 就往那边走 那么定向培养分化以后呢 结合这个 结合身负材料 组装人工器官 组装的单啊 组装的肾啊 组装的肺啊 等等 然后把组装的人工器官 把也端到所需要的人的身上 那么这就是培胎 带组装技术 到最后一致治长 那么这个技术 将对人体的身体健康 将达到像刚才那位先生说的 125岁具有重要的作用 所以它是第三次的医疗革命 那么我再简单的说一下 健康养老产业上的科技项 从医持住行并育医 这几个方面 那么一 首先说一 比如说 石墨吸多功能纤维内容 咱们都知道石墨吸是一种材料 石墨吸纤维也是一种材料 而且是很好的材料 穿上这样的衣服 那么可以抗菌乙菌 可以抗紫白线 同时呢 可以积国免医细胞 改善皮肤表面的微循环 延缓衰老 这又是一个项目 又是一个项目 比如说食 吃饭 吃什么呢 好 举个例子 这是我们开发的 膳食鲜菲高钙小麦粉 这是平常面 但是我的这里边的纤维素要你普通的面包50米 然后你这样的钙不是用的普通的碳酸钙硫酸钙葡萄糖酸钙等等 是用的熬和钙 这样的季通片 然后用粉钙 而且补的是最好的钙 比如说吃什么呢 腹锡的食品 咱们都知道锡烫癌 锡有很好的作用 但是怎么让它复锡呢 用我们的营养素来产生各种各样的复锡产品 而且还可以生产复锡 复铁复铜等等 那么啤酒伴侣又是一个池 咱们都知道喝啤酒长啤酒肚 但是喝啤酒能不能不长啤酒肚 而且还健康呢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我们开发了一个个性化啤酒伴侣的项目 那么这个个性化啤酒伴侣就是什么呢 在喝酒的时候 比如说你从这儿 我们给他 不要动那个 比如说 女同志 我们给他一个 啤酒伴侣 这是结合女性的啤酒伴侣 那么 比如说 糖尿病的病人 喝啤酒的时候 加一个东西 这是对男女 糖尿病的啤酒伴侣 比如说 高血压病人 我们给他一个啤酒伴侣 针对高血压的 这就是啤酒伴侣的系列产品 这一个项目 吃 吃出健康 喝 喝出健康 比如说 再举个例子 吃什么 一氧化蛋的食品 一氧化蛋呢 都说是一个有害的气体 实际上 它在人体里边是一个细胞信息传递的现实 那么有了它 细胞就健康 细胞健康 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开发出来N个一氧化蛋的产品 使人们影响到血管 影响到神经等等 它可以清除自由基 可以调治血糖 血压 血脂 可以预防心机 可以防止耗电池袋 一氧化蛋的健康食品将会成为以后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那么 这又重 再说重 比如说 智能地板 在家里边搬上这样的地板 你人在哪儿 滑倒了没滑倒 处于什么情况 轻易不住 比如说 功能涂料 仅仅在墙上 抹一个涂料 但是我们的这个涂料就可以让它释放素养类子 我们的涂料就可以同时让它释放红外线 我们的涂料就可以杀菌和移菌 这样的一个涂料具备了多种的功能 叫功能涂料 而且呢 可以在自己的家里边 我们的涂料就可以不费一分钱的电 不用一分钱的其他的事 可以产生两千多个 这个 每立方厘米两千多个复养类子 达到了世界第六级的最高级别的 这个复养类子数 就是 在咱们家里边 每家每户都可以成为一个 八马的空气 比如说 眼库无障碍智能家里心 这也是一个高科技的项目 就是说 我身体不方便 老年人不方便 甚至开关都不知道 那怎么弄呢 我要躺到这儿 我眼睛看 我看到这儿 好 窗边 我看到那儿 我想让电视机开了 我就是这么一看 这个 看了一个地方 电视机自动就开了 我想让微波如开了 我就往这儿一看 微波如就开了 原来我们搞的是临时业之数 比如说我想让我看电视 我说打开电视 打开荷兰台 打开新疆台 我还要说 那么再进一步呢 我现在就不用说了 我就只是看 我就可以用眼神 眼睛来控制 那么 下一步更高级别的 什么控制呢 思维控制 就是我想让的什么 它就是 它就是思维控制 行 比如说 这科技型的车 比如说 这个拐杖 这个拐杖啊 如果怕老年人丢失 就拿着这个拐杖 就像树龙画一圈似的 那么 你出了一圈它就叫坏 你就出不了那一圈 比如说 训练老年司机防护着这个老化的 比如说 汽车上装上一个软件 它见人似乎的屏股 那么 又 像这个 带扫描和投影功能的放大镜 它既可以作为放大镜 让别人看 就有人看东西 又可以把它随时上传 又可以起到很多的作用 又可以把它投影放 这是一个高科技的产品 比如说 VR系 就是 虚实现实 技术 让老年人戴上以后 重新回到它的年轻时代 让老年人戴上它以后 走遍全世界 等等 那么 一 就更多了 比如说 新型的无创血糖衣 原来血糖衣都是扎手 现在可以有扎手 可以用唾液 可以夹耳刀 可以搁在指头上 等等 很多这样的无创血糖衣 可以有照护机器人 可以有非接触生命体制检生衣 这一块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注意 原来都是佩戴式 医疗佩戴式 都在手上 戴在身上 等等 但是 现在我们研发的是 非接触式 你只管在屋里边 睡觉啊 活动啊 但是 你的所有的生命体中 不能说所有啊 你的一些生命体中 就可以 传出来 那么 这就是非接触式的生命体中检测器 比如说 医 医学的肿瘤无损筛查 原来都是用采钞路 X线 那么怎么样解决 它的伤害问题呢 我们研究了一个 无损筛查的 就是通过我们的一台电脑 一个软件 一个小设备 可以筛查出来 一毫米以下的重油 这样可以达到 找 就是说 找发现 找治疗 比如说 免疫细胞的存储及治疗 人体在最强调的时候 往往都是在二十来岁 好 我们就在二十来岁以后 把它的免疫细胞 采集出来 存到细胞部里边 然后 把免疫细胞 分成两个一类呢 叫做 这个 非特异性的免疫 一类叫做特异性的免疫 那么 非特异性的免疫呢 将来输到身体里边 可以提高人体 总体的免疫力 另外呢 特异性的免疫呢 对特异性的疾病 进行攻击 OK了 好 那么 我们科学技术呢 还有三分钟吗 我用不到三分钟 我用二十秒就行了 在科学技术的支撑下 我们是为了让老年人 更健康 更安全 更快的 更长说 中国科学院 作为中国科学的国家队 作为战略性的国家力量 我们希望能够和各位企业家 各地方政府合作 为我们的老年事业 为我们的人体健康服务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主人 确实社会进步 离不开科技进步 那么 老地产业同样也需要科技的支撑 再次发展 送给各位主人 谢谢 谢谢 谢谢